法庭上美女在脸上清点几下 敲出一型摩斯密码 罪犯男友接收到她的信息 立马通过眨眼的方式跟她交流 就这样俩人在法官的眼皮底下 没来眼去你来我往 密谋一套完整的越狱计划 计划敲定一娃开始男友营救准备 第一步寻找交通工具 找到指定地标游又向左属的第三块砖 然后轻轻往里一按 一面砖墙立马向上升起 一辆顶级豪车展现在眼前 第二步她要找到关键道具 一娃开着车来到下一个地点 又是一个机关进入到山洞隧道 随着密码门的开启 见到了一整个货架的现金 她拿走了几百万当月遇经费 随后找到了黄色的麻醉药水 和绿色的吃蛋药水 第三步去到监狱和男友碰面 这对她也完全不是问题 一娃大摇大摆找到了司法部部长 部长是个大色迷暗恋态一九 于是一娃告诉部长 想要征服她很简单 只需要拿出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比如带她去见监狱里的男友德伯利克 部长显得有些为难 告诉她德伯利克是史上 杀了无数富豪高官的死刑犯 一娃直接上美元计 借口说正因为她这么厉害才要去看看 部长被她迷得神魂颠倒当即答应 不过她要求陪她一同前往 而这证中一娃吓怀 接下来的一切都变得十分简单 部长带着她来到监狱 直接告诉域长她要审问德伯利克 域长自然没有拒绝的余地 而一娃也在旁边试试补充 强调这次审讯必须保证绝对隐秘 摄像头和监听设备必须关闭 就这样他们顺利获得了单独审问的机会 玉警也来到了德伯利克的房间 把面无表情的她带去了探监时 所有人都以为她傻了 并没有对她有什么防备 就这样部长一娃还有德伯利克成功会面 部长一进去就被一娃扎了一针黄色药水 这种药水不仅让部长浑身无力 还可以让她口吐睁言 德伯利克作为江洋大导 怎么可能放弃这个赚钱的机会 她问出了部长这些年受贿的葬前地 随后一娃拿出了两张事先准备好的人体面具 让德伯利克和部长交换身份 最后他们还给部长打了一击绿色吃傻药水 成功让部长成了替罪羊 半个小时过去 德伯利克假扮成部长和一娃出来 还故意还说句什么都问不出来 狱长不宜有她 因为德伯利克自进来以后就不吃不喝 还被判定为精神失常 她早就被这种假象迷惑住了 第二天德伯利克被带去刑刑 本来断头这种刑罚已经取缔 但为了解决德伯利克 这种十恶不赦的大盗又搬出来用了 死刑犯马上就要被砍头 可他却面无表情 犹如提线木偶一般 旁观的警察局长觉得不对劲 想起他曾在搜证时查到了 德伯利克十几张人皮面具 他怀疑人被调包了 本想阻止刑刑但闸刀已经落下 警长急忙上前检查 先开人皮面具一看 赫然是那个好色的司法部长 他们上当了 警长选择将计就计 对外宣称德伯利克死了 然后偷偷实行抓捕计划 而此时的德伯利克毫不知情 他大摇大摆地装成部长 去他的办公室 寻找银行保险柜的钥匙 这时秘书接到了警长的电话 让他监视部长的行踪 但这个秘书是个猪队友 他鬼鬼祟祟的行为 让德伯利克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暴露 于是他紧急从这里撤离 刚走到大门口就碰到迎面而来的警察 他一个闪身成功躲过 来到和伊娃碰面的地方恢复原本的面貌 而因为身份暴露 原本乔庄部长去银行取钱的计划泡汤 他们只能想其他办法 而警长没抓到德伯利克 开始调查起案件的前因后果 经过搜查发现部长的办公室 少了一把保险柜钥匙 并且意外发现死去的部长是个贪官 他私下跟南非的珠宝商见过面 收了不少名贵珠宝存在银行的保险柜 警长认为德伯利克下一步一定会去银行 于是赶紧加派人手在银行守着 而此时的德伯利克和伊娃 也正在商量下一步计划 其实一开始德伯利克是孤军作战 并且凭借本事偷到每次都能得手 直到那次部长和南非珠宝商见面的时候 他失手了 因为伊娃凭借美元计 抢先偷走了部长的红宝石 德伯利克想从他手里夺回来 并劫持了他 没想到伊娃丝毫不怕而且说出了他的名字 因为他也是个贼 早就久仰德伯利克的大名想跟他合作 他告诉德伯利克他拿到了这颗红宝石是假的 真的早就被他卖了 不信的话可以拿回去鉴定 如果鉴定出来是真的就送给他了 但如果是假的还请将他送回来 伊娃用这种方法狠狠拿捏住了他 德伯利克不愿输阵 使了一招美男计 然后趁机逃走了 不过伊娃没有灰心 相信德伯利克还会回来 第二天伊娃还在睡觉 突然酒店的服务生来给他送早餐 他打开盖子一看 正是那颗红宝石 伊娃急忙叫住离开的服务生 他猜到这个服务生一定是德伯利克假扮的 德伯利克也没有隐瞒 当着他的面就揭开了人皮面具 因为他在伊娃的身上嗅到了同类人的气息 愿意用真面目来跟他相见 俩人也因此结缘 互相吸引的他们决定合作一起干票大的 也就是一起密谋对贪污的部长下手 没想到出了意外 德伯利克被抓了进去 伊娃十分担忧 特意去到法庭见他 想救他出来 起初德伯利克有些犹豫不敢相信伊娃 最后还是赌了一把 好在伊娃没有辜负他的期望 顺利把他营救了出来 现在他们的目的就是把部长私藏的珠宝拿到手 很快他们就敲定了完美的计划 准备先去摸清银行保险柜的安保系统 伊娃假扮成身价上亿的豪门贵妇 去到银行储存一副世界名画 经理为了让他相信这里的安全性 将保险柜的所有结构告知于他 外墙铁丝龙和钢制金库里外三层保护 绝对没人可以从这偷走东西 伊娃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因为好巧不巧他就是那个贼 意图盗取金库的所有钱财 刚刚他储存的东西也不是名画 而是一个激光雷射器 伊娃获取银行的安保系统以后 回去跟德伯利克准备今晚的拖到计划 等到银行五点下班只剩下两名保安的时候 他们事先存放的雷射器开始工作 发射出的两道激光将保险柜的钢板融化 德伯利克则会在这时潜入银行底下的下水道 拿出三叉钻头在保险柜外墙切割出一个大洞 成功找到外墙的第一层保护铁丝网 铁丝网连接的是报警系统 德伯利克不敢轻易触碰 他用暴力打开了水阀开关 不一会水质性质的银行 保安立马查看监控发现是保险库进水 误以为只是偶然的意外事件 于是自作主张地关掉了报警器 随后打电话给经理汇报情况 请他过来开保险库查看具体原因 而这也在德伯利克的意料之中 他早就在经理的必经之路上做了手脚 利用远程控制直接把大树砍断 拦住经理的去路以此拖延时间 而保险柜这边水已经漫过了最高水危险 安保系统彻底短路 德伯利克穿好潜水服 趁机剪断铁丝网潜入金库里面 找到部长的保险柜号 拿出了他存放的大量珍贵珠宝 本以为他这次万无一事 没想到一直关注他的警长 在得知保险柜进水的那一刻 就料到了这一定是德伯利克搞的果 他立马召集警力包围了银行 在每个进出口守住带徒 等待着德伯利克自投罗网 而另一边的伊娃来接应的伊娃 也察觉到不对劲 他被警察拦了下来并且认出了他 伊娃当即射出麻醉剂 把两名警察放到在地 然后他来到约定好的下水道出口 却再次碰到了警察 伊娃只能再次用麻醉剂 解决了这两名警察 此时的警长发现好几名警察都失去了联系 他急忙跑来查看情况 而德伯利克拿到珠宝以后 也按照原本规划的路线逃了出来 确认四处无人后快速跑到河边想离开 警长却在正式赶到了这里 直接开枪打中了他的肩膀 他让德伯利克摘掉面具 今晚势必要看看他的真面目 在看到他的真容以后说这一切结束了 但在德伯利克看来他们是一样的 都是在沙滩关为民除害 只不过他更自由 警长却要受法律的约束 警长并不认同 就在他以为德伯利克孤立无缘 今晚势必要扶法的时候 德伯利克突然往后退了几步 因为伊娃出现了 他直接一棒子打倒了警长 德伯利克立马捡起警长的枪对准他 不过他没有杀死警长的打算 因为他是个直接贪官从不滥杀无辜 他直接将手枪扔进海里 然后坐上游艇和伊娃扬朝而去 他们拿着从部长那偷来的价值十个亿的珠宝 买了一艘大船逃离这里 德伯利克拿出了一个戒指盒 打开后里面居然是那枚红宝石钻截 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伊娃以为还是那枚架的 在这段时间的相处中 德伯利克早就爱上了伊娃 所以他特意去偷盗 当初被伊娃卖掉的珍宝宝石钻截 亲手送给他跟他求婚 而属于他们的幸福生活也真正开始